離婚可以 但監護權留在南方 不可能 我們這邊什麼都可以不要 唯獨孩子的監護權 這是唯一的條件 這是什麼條件 網問呼應 也不想想當初是誰給他機會 介紹到勤勤工作的 媽早就跟你講過了 要娶個老婆的話 要挑個溫柔乖巧聽話的 偏偏 你就按這種個性這麼覺得 那現在好啦 娶回家啦 放著勞工不管啦 那對公公婆婆呢 又是那麼不孝順 現在反過來倒好啦 跟我們搶孩子 那也是她兒子耶 我學姐為你們成家 還不夠勞心勞力嗎 她在公司已經夠忙夠累了 回家還要幫你們每個人 洗碗洗衣服 還有你兒子 喝醉酒回家發酒瘋的時候 也是我學姐幫她端茶送水 把她伺候得跟大爺一樣 應該是你們沒有把她當媳婦 把她當不用錢的用人吧 是明麗自己太要強 要是她願意跟我好好過生活 我們夫妻至於走到這一步嗎 你的意思是 這都是學姐的錯 都是她的問題 那你在外面風流 快活搞千年三就都沒有錯 都應該的 奇怪啦 這位小姐你貴姓啊 憑什麼管我們的家務事啊 吳明麗呢 她不是要告嗎 她不是要辦離婚嗎 人怎麼沒有出面 我看啊 根本沒有把我們這些當長片子 放在眼裡啊 沒家教 要說家教 對我學姐還真的沒辦法 跟你們成家比耶 你們兩位長輩 當然叫公公婆婆 縱容自己的兒子 在外面搞外遇養小老婆 現在好意思 怪自己的媳婦不安分 沒家教 對耶 你們成家的家教 真的是喔 無人能比世界第一 媽 爸 不用你這婆婆府 等那場 只會降低我的格調 不用跟我說 叫無名利來跟我談 不好意思喔 我學姐公司很忙 沒空陪你們 這個小手在這裡浪費時間 反倒是那個無名利啦 唉唷 自己現在搞了點事業 就不把我們成家 全部的人 放在眼裡是不是 啊沒關係啊 別怪我 讓她身敗名列啦 我就去登報 登著半板頭條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她有多麼不守福道 不履行夫妻義務 不照顧我們公公婆婆 不尊重長輩 好啊 你儘管登 剩下的那半板剛好留給我 還陳建偉先生的風流 是一筆一筆都登出來 你以為我沒準備啊 8月2號晚上9點18分 陳建偉先生到漫地酒店 消費4600元 8月3號下午3點30分 陳建偉先生帶著若若小姐 到龍華醫院做餐見 當天晚上 你們全家人 包括陳爸爸和陳媽媽 一起 到了國賓飯店用餐 餐後呢 陳建偉先生 送完若若小姐以後 沒有回家 又去了漫地酒店 欸 不過這一次沒有消費啦 所以到門口 接走了一位 舅舅小姐 兩個人呢 到天悅飯店 開了一間房間 我是不知道 你們開房間做什麼啦 有可能是談公事嗎 還是 找不到廁所啊 你到現在還跟那個舅舅不清不楚 拜託 別忘了 若若現在肚子裡面有你的孩子啦 你還在外面搞三年氣的 你們真是卑鄙無恥啊 還派人跟蹤啊 我要告你 也要告無名利 非法跟蹤 叔叔啊 我剛剛說的那些地方啊 都是公共場合 我只是 剛好不小心碰到了 怎麼會是跟蹤呢 你們做人家的公婆 還這麼明目張膽 跟兒子的外遇對象一起吃飯 你們知道通姦罪是刑法嗎 可以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嗎 那你們兩位知情不報 還縱容犯罪 這傳出去不好聽吧 黎 現在叫你 我什麼都不要 孩子叫我叫我也不要 喂 你有一點出息好不好 得得是我們成家的小孩 但一定要認準貴重才行 沒出息 把事情搞成這樣子 給我了 哇 這麼巧 老同事碰面 不介意我坐下來喝一杯吧 各位這邊信算我的 好的啊 咱們自己開桌做吧 我叫這麼多的菜還點酒 這麼開心啊 來 喝一下嗎 那我們剛好就是在慶祝 公司之前被搶走的客戶 都陸續回歸了 現在公司氣氛很好啊 哇 世紀大震啊 這要謝謝你們 要不信門尊榮做得太爛 客戶不會一個一個回來恐靠 真是太感謝了 來 一起敬一下公眾 謝謝公眾 感客成功 對 給一點不料理 不要欺人太少 跟你們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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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講 有些人天生奴才 上頭給點好事 我是感激替你們的 對公司 對老闆 喝公送人 人到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什麼能知道嗎 連屁都不是 對 屁都不是 我耳朵癢 有些人喔 就是自作聰明 還沒有學會走路 就想要飛 以為自己印一個什麼名片 就是一個什麼懂啊 什麼種的 好像很有本事一樣 對啊 而且啊 員工最怕的就是這種老闆 光說不戀 有功勞的都自己搶 那出了事啊 全部都往員工身上推這種人 真的不行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看什麼看 看什麼看 沒有吧 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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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博士 菜單 點菜 快點 欸 你們有聽說一個故事嗎 就是有一頭驢啊 沒有什麼本事啊 然後就是那幾招啊 隨便胡胡人啊 最後被老虎吃掉 學姐 學姐 那一句成語叫什麼啊 潛驢技巧 對啦 對 潛驢技巧 沒本事 沒才能 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要跟別人比 對吧 對 千里馬幹嘛跟驢比啊 我們做自己有最強 來 乾杯 乾杯 找到了嗎 報告總經理 我們去現場看驗了 發現門到線是被剪斷的 門窗也完全沒有被破壞過的痕跡 所以警方推測 歹徒是持鑰匙進入的 你的意思是我們的員工監所知道 警方目前是朝這個方向偵辦 並且鎖定我們的保權 陳玉銘為主要嫌疑人 對不起 陳玉銘是我親自面試的 東西是你偷的嗎 不是吧 你會算命嗎 你會同僚嗎 都不是吧 你知道他一開始會監所知道嗎 不知道嗎 那你跟我道歉幹嘛 幹什麼 幹嘛 你把牆打算是可以解決事情喔 人心難測 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 你就別怪自己看走眼了 光是一個情信 挫折就一波接著一波 像當初 還以為賠了四百萬九的國關 沒想到這次給我出難題的 居然會是我自己的員工 除來臨 20才在港 明天 icarorder